一个人工资十万,一个人工资一万,这两个人的收入差距是十倍吗? 很多人都是这么想的,其实两个人的实际收入可能有一百倍,因为有一个生成的成本。 假设同样是在上海,租房联切物,吃饭三千,各种电话费,电影交通,去掉三千,也就是一个月只能剩下一千五。 这是第一个人的实际收入,而另一个人十万块钱收入的,就算在这个生活成本上乘以三,也不过两万五,还能剩下七万五。 这种算下来,十万块收入的人是一万块收入的人的实际收入的五十倍,但现实往往更加残酷,因为十万块收入的人很快可以买房,这样他就不需要支付房租成本。 而另一方面,他的房产又是在增值的,十年以后,这个月收入十万的人资产已经千万了,而那个月收入一万的人可能还是一无所谓。 因为没有钱,所以出来打工,但是打工之后,我发现还是没有钱。 以前总认为不上班的人,是在混日,可现在我才发现,上班的人才是真正的混日。 老板收买人性的三个套路,一,给员工戴高帽,各式各样的同意证书,各式各样的表扬,让自己的员工有一种尊严和光华。 二,打赶金牌,见到员工,不是称兄道弟,就是给戴高帽子,然后时不时地给一点小恩小惠。 三,打青金牌,设计一个这样的规定,自己的员工在单位里表现得好的话,公司奖励给他父母几百块钱的生活费,这样的话,让自己的员工脸上非常有面子,老板的影响力和威望都非常高。 四个方法提供你的口才。 一,每天读篇文章,找出最有感觉的一段话,针对这段话反复地去练习。 二,每天花15分钟训练你的气息,边跑边大声讲话或者朗读。 三,录制自己的朗读视频,针对视频找出不足,有助于提高你的语气和气场。 四,把学到的东西找机会输出出去,跟别人表达和描述的过程,有利于提高你的语言表达能。 巴菲特对年轻人的十条忠告。 一,吃苦让人一生受益。 二,一定要做自己喜欢的事。 三,思考在先,行动在后。 四,学会感恩。 五,不要痴迷于财富。 六,尊重身边的每一个人。 七,可以平凡,但不可以平庸。 八,好习惯,成就好人生。 九,收获需要耐心等待。 十,责任重于一切。